美国新任防长奥斯汀 与日韩防长通电话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 与英法领导人通电话 新冠上任满世界打电话 拜登政府有何计划 拜登不像特朗普那样单打不动 他需要巩固和盟友的关系 他要给这些盟友 找到一个共同的安全和恐惧感 让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 而愿意去寻求美国的庇护 美军渐进黑海 俄外交部发言人怒对 美国管好你自己的问题 面对嘴里最大的军事威胁 对俄罗斯拜登的手段 跟特朗普不一样 两把手刀 如果在特朗普对俄这把火 没有熄灭的状态下 拜登再去泼上一桶油 那实际上是两条路线 火速拉拢盟友 美国拜登政府的枪口指向哪里 反而这个事儿 是美国的长驱战略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 美国都有人愿意这么干 不管这个事情 是不是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 有人希望推着拜登 和这个俄罗斯对抗的方向去 被特朗普得罪了一遍的 美国盟友圈满是裂痕 拜登的盟友牌 又会如何洗牌 防务新观察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嘉明 美国拜登政府一上任 就满世界给自己的盟友打电话 而近日美日防长在通话中 还提及了钓鱼岛 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个观察短片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1月24号与美国新任防长奥斯汀 进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 报道称 双方就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达成共识 并决定以日美为基轴 强化与地区内外伙伴国家的合作 不仅如此 奥斯汀还表示有意尽早访日 对于这次日美防长电话会谈 日本媒体予以高度关注 独卖新闻称 这是拜登政府就职后 日美两国防长首次通话 也是两国内阁成员首次通话 日美还称 美日防长在会谈中声称 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 适用于钓鱼岛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春兹 在21号晚间进行变化会谈 也曾谈及钓鱼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日双方应该根据 中日的四点原则共识精神 通过对话 管控分歧 维护有关海域的和平稳定 在与日本防卫项通话的同一天 美防长奥斯汀 还和韩国防长通了电话 韩国防部长官徐旭 与美国拜登政府的 新任防长奥斯汀通话中 重申韩美同盟 劳不可摧 两国国防部门将继续保持紧密合作 并声称 两国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那么刚上任两天 美国新防长就火速支电日韩事 何用意呢 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欢迎两位专家 第一个问题请教两位专家 奥斯汀是22号就是 24号就和日本韩国的防长通话 在释放什么样的信息 叶先生 强化共同威胁 是巩固盟友关系的一个捷径 杜先生 修复关系加码亚太 好 叶先生 我们知道现在拜登上台之后 他的亚太安全战略是非常清楚的 第一 他接受了 特朗普时代的印太战略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他和特朗普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拜登在全球范围内 他会优先考虑俄罗斯 但在亚太范围内 他肯定优先考虑的是中国 拜登和特朗普的区别是 拜登不像特朗普那样单打独斗 他需要巩固和盟友的关系 那么首先在亚太 他需要修补和盟友的关系 不管是对日本 还是对韩国都是如此 因为毕竟在过去的这个几年里面 不是日韩光对美国不满 其实美国对日本 韩国也有很多不满 比如说在南海问题上 美国并没有得到 日本和韩国的无条件背书 这种情况下 拜登要修复跟盟友的关系 要强化对盟友的领导力 最好的一个策略 就是跟盟友共同去炒作 他们的共同对手的安全威胁 所以美日的防长会 一定会首先谈到 美日两国的防卫的 一个热点地区 也就是检验他们盟友关系 能够最大化地 让日本感到紧张的一个热点 那就是调余岛 杜先生 美日韩从冷战到现在的铁三角关系 已经变成了纸三角和软三角 现在几乎是一个虚幻的三角 特别是特朗普四年 对日本韩国的各种敲诈 让两国家感到非常不满 像买武器装备 另外在外交关系 包括疫情方面的这种推测 都让两国家感觉到 好像这个朋友跟敌人一样 如果在第一时间 通过所谓的军事联系 特别是两国家最关注的一些 外交和军事政策的调整 让关系更加紧密 这个三角关系 有可能会更加强劲 如果今后在亚特地区 继续进行所谓的大国竞争 需要盟友的帮助 需要盟友的助力 如果两个盟友始终在背后 说三道四 而且表达对美国的极度不满 那会引发整个三角关系的失文 这个状态下一个电话 很有可能会起到某种稳定效果 那请而叶先生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新防长 还有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三天内两次和日本谈及到了钓鱼岛 你怎么看 因为美日关系是两大内容 一个是美日的经济关系 一个是美日的军事关系 那么在美日经济关系上 实际上现在美国已经感觉到 它拉不住日本 那么日本的经济发展 包括国内的经济形势 越来越多地取决于 日本和中国的经贸合作 这一点我觉得日本人很清楚 美国人也很清楚 那么在经济领域当中 实际上日本对美国是有很多不满的 日本这些年一直认为自己在不断地给美国纳税 那么在经济上 美国不可能说 因为拜登上台以后 对经济政策出现大的调整之后 让日本觉得美国变得很大方 这个事做不到 那么经济上不能给日本好处 你还想巩固盟友关系 那你靠的是什么 就是安全 安全一个就是我强化 对日本的安全政策的控制 第二个就是要进一步地加强 美日安全政策的协调 而安全政策的协调 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向 俄罗斯 中国和朝鲜 指望美日同盟 在针对中国这个方面 日本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就是钓鱼岛问题 是中日之间的一个尖锐问题 美国在后面煽风点火 可是我们看到在安倍竞赛时期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 步子迈得也比较小 他不太愿意把这个事情 搞得太过的对抗化 或者激化之后 影响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 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种 政策策略上 其实拜登政府 包括奥斯汀 他作为美国安全政策的负责人 是不愿意看到 日本继续在这里面 去搞这种平衡的 那么激化钓鱼岛问题 有助于把日本 进一步地逼向中国的对立面 我想这个策略 其实美国是这么考虑的 那请教杜先生 或许是过去四年 特朗普在保护费的问题上 让日韩盟友含了心 最近美媒报道 说尽管日本已经买了 一百多架的F35 但是日本还是要坚持 发展自己的隐形战机 你怎么看 从立体上看 日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美国 如果向后去看 日本今后也不会相信美国 所谓的核威献法 是麦克萨叼住玉米杆的烟斗 让日本听写的一个结果 他对目前的美国 只是一种屈服 并没有从心里真正的折服 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如果向现在去延展 他对美国任何的军火交易 包括对他的各种约束和管制 采用都是怀疑态度 日本可以说不 日本可以说不 这几乎成了日本的一个思潮 那现在尽管买了F35战斗机 他认为这是一种低端待遇 美国高低搭配的F-22和F35战斗机 美国选择的是低端的F35 这个状态下 他需要自己研发一种高端战机 F3战斗机就提到日程 而且反复进行试飞 实际上是钓鱼工程 那通过这种F3战机的反复示威 他现在拿到了F35 那么今后又用了很多美国科学家 投入了巨资 那很显然 他的钓鱼目标是F2战斗机 如果美国不给 那么通过自己的研发 让自己的参数 包括其他作战能力 与F2战斗持平 这样也能够获得日本版的高端作战能力 这样对美国的依赖也是一种解脱 那请教叶先生 美国的新防长还急于想访日 还想急于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是为了显示拜登政府 在外交政策上的全新表现 就是拜登上台以后 在大的战略方向不变的情况下 重点是要放在改善和修补与盟友的关系上 那么从拜登对日政策 我们几个关键点上 我们比较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防务技术装备这个问题 日本对这个事情 它也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就是该买了它要买 第二个事情就是共同战略问题 这一点上 日本从来就没觉得说 跟着美国跑有什么不对的 所以拜登如此 特朗普也是如此 这个问题上 那么也不需要有太大的改变 真正要改变的实际上是 驻日美军的地位问题 也就是说 过去日本真正对美国心有怨言的 就是驻日美军的 比如说经费问题 治安问题 那么特朗普的真正的 让日本觉得难以忍受的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为什么呢 特朗普的态度 动不动就公开讲 说我又敲诈了日本 让日本觉得非常没面子 而这件事拜登肯定不会干 那么拜登 可能也会向日本要很大的一笔钱 但他会用一种 比较有礼貌的方式来要 那么去强调所谓共同价值观 就是我敲诈你的时候 尽可能地让被敲诈的人 觉得自己还挺舒服的 实际上钱力还是要掏的 只不过一个人明抢 换句话说吧 就是一个有点像电信诈骗 一个有点像拦路抢劫 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在态度上有区别 这个是最可能拜登会发生调整的 至于说驻日美军的法律地位 这个事 拜登不可能做出任何调整 美国新防长急着拉拢日韩 而拜登则是马不停蹄地 给北约盟友打电话 与俄罗斯火药味十足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观察 据外媒报道 继约翰逊后 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拜登当选后 第二个通话的欧洲领导人 当地时间1月24号 白宫发表声明称 拜登当天和马克龙通话 讨论了北约气候变化 和新冠疫情等问题 此外双方还声称 要在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 共同外交政策重点上合作 路透社称 拜登将法国这个传统盟友 列为他上任后 第一批联系的国家之一 强调了他要通过北约 以及美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 来加强跨大西洋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据俄罗斯报道 当地时间23号 美军唐纳德库克号驱逐舰 进入了黑海海域 俄罗斯黑海舰队 迅速派出舰支 对其进行跟踪 同一天 俄外交部在其官网发表声明 坚决反对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 干涉俄内政 声明指出 美国大使馆不顾俄罗斯反对 肆意在俄罗斯境内煽动暴力活动 甚至试图将未成年人 卷入这些非法集会 美方煽动极端主义的企图 将给俄美关系带来负面后果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瓦表示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公布了俄各大城市的示威路线 这是连组织者都没有发布的消息 美国外交官必须向俄方做出解释 俄外交部还在社交媒体上 怒斥美国 管好你自己的问题 停止干涉其他国家内政 那么拜登就任第一周 是否就计划对俄罗斯下手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第一个问题请教两位专家 23号这一天 美国的大使馆干涉俄罗斯的内政 同时美国的军舰也驶入黑海 拜登政府想干什么 杜先生 纳瓦尔尼事件 就是按照特罗伊姆玛的剧本在演 杜先生 软硬组合火上浇油 好 杜先生请 我们知道在以前的节目中 我们曾经讨论过 这个俄罗斯媒体揭露出 美国对俄罗斯等国家 有一个这个特罗伊姆玛的 这样的一个战略 就是利用俄罗斯国内的 这种反对派力量 那么掀起这种社会的动荡 然后呢再去推波助澜 实际上这套东西 就跟这个过去的和平演变 是一套手段 只不过特罗伊姆玛战略中 多了一项 就是辅制与外界的军事压力 和军事上的这个侧应 那么来促使这个自己的对手 内部出现瓦解 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是这个特罗伊姆玛的这个战术 就是当时俄罗斯这个 在概括美国的这个新战术的时候 用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我们现在看 就是拜登上台以后 这个脚本完全按到这个方向来 纳瓦尔尼回国被捕 然后开始国内的骚动 然后这个美国驻俄罗斯的指令馆 那么公开的去这个力挺 然后还在这个网上去公布 所谓游行的路线 去给这个就是俄罗斯的这些 反政府力量提供指引 那么来激化俄罗斯国内的这个矛盾 那这一套 我觉得完全就是 应该说是在特朗普时期 美国的一些这个反俄的力量想做 但是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 这个外交路线的这种优先级的选择 他没有做的事 那么拜登这个上台以后 马上就释放出来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两个 第一个就是反俄这个事 是美国的长驱战略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 美国都有人愿意这么干 第二个事情就是 这个时机 拜登上台以后 不管这个事情 是不是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 有人希望推着拜登 往这个和这个俄罗斯 对抗的方向去 就像当时特朗普上台以后 也有很多人要推着特朗普 和对中国对抗是一样的 就是一定要在当前这个端口上 让这个美俄的冲突激化 使得美国对俄政策 一开始就被固定下来 没有办法去调整 我觉得这一点是看得出来 就是拜登现在是不是脑子里 就已经想好了 我要给俄罗斯多样的颜色看看 恐怕这个事情未必 因为他现在焦头烂额的事 主要还是在国内 但显然拜登想让 我们说吧 术欲敬而封不止 拜登就算是忙不过来 有人忙得过来 所以23号这一天 就集中期限出来了 杜先生您的观察 面对嘴里最大的军事威胁 俄罗斯拜登的手段 跟特朗普不一样 两把手术刀 一把是延续之前的 所谓军事威慑 另外软刀子就是搞内部的一些动荡 特朗普时期尽管进行了极限施压 你向作战部署的调整 核弹位置的调整 以及向前线国家 大量派出各种武器装备 另外在黑海 波罗地海 以及在巴伦之海的三海联动 但四年之后 俄罗斯依然像以前一样坚挺 这个样态下 如果持续地进行军事威胁 加码各种军事能力 俄罗斯只会变得越来越团结 如果内部放火 通过内部的瓦解 让俄罗斯陷入崩溃状态 这大概是新的现象 如果在特朗普对俄这把火 没有熄灭的状态下 拜登再去泼射一桶油 那实际上是两条路线 两种战略 通过外部的挤压和内部的瓦解 进行双重的这种效果叠加 如果能够起到核心作用 在拥有巨大的核弹超高生素武器 以及超过美国所有的高端武器面前 有可能俄罗斯会比历史上 任何一个时期都变得更加柔软 这大概就是拜登追求的方式和目标 请教掖先生 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外交部怒怼美国 说管好你自己的问题 不要干涉别国内政 你怎么看 人权 民主 自由化这些东西 在美国人看来都是给外国人准备的 那么自己在国内 它是有反煽动暴乱法的 那么它是有它的一套管制的手段 所以这个事情对于拜登来讲不是问题 就是标准双标 就是从美国的政治实践来说 这个双标不始于拜登 更不会忠于拜登 那么俄罗斯方面去怼回去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正常的外交上的口水战 但是实际上就是 大家都知道美国双标 可是问真正这个事情好笑的事情 很多人认为美国可以双标 这个是真正好笑的事情 他们认为说美国这么说没问题 别的国家不能这么说美国 这个其实真正是美国在宣传股东上的力量 而这个力量实际上更多的来讲 并不是说美国的这套说法 多么能自圆其说 还是因为在过去那么多年里面 美国在海外是养了一批这样的人的 那么包括俄罗斯的这种反对派的这种声音 其实在体现不干涉内政的问题上 是全世界现在在不干涉美国的内政 而美国在干涉别的国家内政的时候 从来都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我们注意到拜登也给英法的领导人打了电话 也在强调盟友关系 同时其实在竞选的时候 拜登也提到了 这个美国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俄罗斯 您觉得拜登政府接下来对俄罗斯的态度 其实这个三班府是不变的 那么第一个就是修补和北约的关系 因为毕竟对抗俄罗斯这个事情 美国是需要北约的 而在特朗普时期 北约被特朗普政府公开蔑视 使得北约完全无法形成一个合力 这是拜登首先要改的事情 修补盟友的关系 一致去对抗俄罗斯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拜登恐怕要在 俄罗斯内政问题上多发一些力 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时期 不管是特朗普的个人偏好 还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排序当中 美国政府对俄罗斯国内的事务 干预其实是不多的 但是在纳瓦尔尼事件出现以后 我想拜登在这个方面的发力 会发得比较大 这也是民主党一贯的招数 那么第三个当然就是在俄罗斯周边 找一些跟俄罗斯关系有局域的国家 让他们去率先地冲在前面 那么指望着这些国家 跟俄罗斯对抗以后 美国给他们去取空头支票 给他们画个饼 让他们去冲在前面 比如说乌克兰 比如说格鲁杰 所以应该说这三招 是拜登真正寻求和俄罗斯对抗 削弱俄罗斯的办法 而且这三个办法 其实比这个军事上 向俄罗斯挑衅 效果要明显 就在美国向俄罗斯 频频施压的同时 俄罗斯的S-400 最近在美印关系之间 掀起了波澜 据印度媒体24号报道 尽管面临美国的制裁威胁 但印度正要求俄罗斯 赶在今年9月之前 交付第一批S-400远程防空导弹 报道称 根据印度与俄罗斯 于2019年达成的协议 印度花费54亿美元 从俄罗斯采购了 5个团的S-400凯旋 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按照原计划 首批S-400最早将于 2021年12月转交给印度 其余部分将在2025年交付完毕 但如今印度军方 正在催促俄罗斯方面 将首批导弹交付时间 提前到9月之前 对于俄罗斯与印度的这笔交易 美国已经多次警告称 美国可能会对印度实施制裁 此前美国的北约盟友土耳其 因采购S-400系统 遭到美国制裁 甚至被踢出了 F-35战斗机的生产研发项目 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 印媒称 随着拜登政府的上任 印度未来在这一问题上 非常有希望获得美国的赦免 但美国方面则表示 将等到俄罗斯正式交付S-400之后 才会最终决定对印制裁 可能会影响到印度 从美国引进战斗机 和无人机的计划 那么俄罗斯的S-400 会在美印之间掀起多大波澜 拜登政府的联盟策略 又会如何变化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第一个问题请教两位专家 俄罗斯的S-400 会影响美印关系吗 杜先生 不会影响态度 但是会影响蛋糕 杜先生 印度是在等美国的赦免 好 杜先生请 与俄罗斯的军事关系 历来是印度政府的主旋律 包括当时对苏 现在对俄大宗的军火采购 75%订单都给了俄罗斯 给了苏联 现在如果引进S-400 有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痛快 但是它有更好的手段去弥补 美国正在极力 打开印度的军火市场 目前看的主战装备 包括C-130 C-17 M-777 阿帕奇以及各种武器装备 在大量引进 现在最关注的是F-11 18超级大红封舰载机 如果S-400的价格和利润 能够跟美国机箱 向印度出口的武器装备 能够划等号或者略有超出 这大概是美国的目标 美国有可能在态度上 表现出相对冷淡 甚至有些威胁的颜色在集中 但是不会影响两国关系 只要它能够拿到美国更大的订单 美国军火商当然是效率颜开 另外通过这种所谓的军火交易 也可以强化对印度战略的捆绑 如果印度与周边国家 存在着紧张态势 这种状态下 美国的支持至关重要 另外如果借机 向印度出口大量武器装备 这等于找到了绝佳的黄金窗口 所以目前看 S-400对两国关系 不会有大的影响 叶先生 我们其实看一下这个事 好多网友在说 你看印度能顶住美国的压力 继续采购跟俄罗斯的武器装备 这是一个误解 因为印度已经付了钱了 他现在是希望 9月份之前拿到货 如果现在印度反悔 结果很简单 钱俄罗斯是肯定不会退的 S-400你也拿不着 那那个时候 美国能不能给你补偿 至少说这笔 买S-400的钱 你肯定大水平了 只不过就是我们说 印度显然没有想到 特朗普会败选 就是这个是一个主观期待 大于这个事实评估的 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 就我们看到 就大部分美国的盟友 对于特朗普败选 拜登胜选这个事 他是高兴的 比如说美国的欧洲盟友 但是也有一些 他心里面嘴上不说 心里面他是蛮别扭的 就是在特朗普时期 更受重视的这些 所谓的美国盟友 没错 他们是不太愿意 看到特朗普下台的 其中就包括印度 所以现在印度 在非常谨慎地评估 拜登上台以后 美国对印政策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这个事说来也很好笑 因为真正在嘴上 重视印度的是 美国的民主党 而不是共和党 共和党其实在骨子里 是不太看得起印度的 但问题在于说 毕竟在特朗普时期 这个美英关系升温很快 印太战略 一下子给了这个印度 一个很大的画饼 所以现在印度 非常关心两件事 第一个美国会不会 调整印太战略 第二个就是 美国会不会高调地 重视印度的 所谓的国际作用 这个事情 现在拜登顾不上 至于说买武器这个事 一方面他希望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购买行为交付行为 显示一下 他还是有独立性的 毕竟他不能舍弃俄罗斯 而另一方面 他也是希望拿这个事 去跟美国谈 如果这个时候 美国有大的松动 那么其实S-400 能不能够如期送到 也不一定 但问题在于 我们还要考虑到 俄罗斯那边 俄罗斯会不会 在这个问题上 也打一番美国牌 那既然你的态度 犹豫的话 那我就掐你一下 这个也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看到 在咱们俄印的 军火交易当中 印度从来没占到过便宜 那请教杜先生 如果印度部署了S-400 对于美国 所谓在印太的布局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从整个地区去分析 买S-400 而且用武器装备 印度也不是最好的 这个状态下 只能让印度 防空武器装备 那个万花筒中 有多了一种花 目前看 如果有了这种武器装备 对美国的影响也不大 美国那个爱国者导弹 无论是射程 包括拦截效果来看 跟S-400都有差距 再加上价格居高不下 它对印度 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目前美国 向印度出口的武器装备 是俄罗斯错位竞争 就是之前已经站住 牢固位置的装备 不一定是选项 但是没有的武器 特别是在性能技术方面 高于俄罗斯的武器 有可能是重点 所以目前看 如果有了这S-400的部署 对印度与美的关系 不会有大的调整 对整个地区 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请让叶先生 综合我们今天的讨论 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在外交方面 拜登政府把修复和强化 盟友关系作为重中之重 您觉得他接下来 会怎么来打这张 所谓的盟友派 在盟友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是几个方面 看到第一个 拜登会更强调 发挥盟友的主观能动性 调动盟友的积极性 让盟友冲在一线 这一点毫无疑问 那么这个我们就说 要想让马尔跑 你就得给马尔吃草 对吧 那么一方面就是说 他要给这些盟友 找到一个 共同的安全上的恐惧感 让他们觉得自己 这个受到了威胁 而愿意去寻求美国的庇护 另一方面就是 他也要适当地 给盟友让利 但这个让利 绝对是分三六九等的 那么他真正对美国不满的是 那些欧洲的老盟友 像法国 德国 意大利这些国家 拜登会把重点放在他们 然后那些这个新进盟友 比如说像印度这样的国家 那恐怕你就要 更多地表现出来 拜登会给你更多的 这个价值观上的支持 但是那你需要证明 你值得这些支持 那还有一些 完全对美国 发挥不了作用的盟友 那恐怕就另外一回事 但有一件事情 是拜登肯定会和特朗普 有重大区别的 就是在语言上 拜登会有特别动的改变 特朗普在于 他把所有的事情 都赤裸裸地摊在桌面上 那么对所有的盟友 我都是说我能敲打就敲打 但问题在于 拜登不会这样做 拜登也会去欺压他的盟友 去引导他的盟友 去为美国的战略目标服务 但他嘴上会说得很客气 他会让这些盟友 产生一种虚幻的平等感 这个是拜登真正要做的事 美国的对外战略的实质 不是因为特朗普和拜登的轮换 而会发生改变的 但他的战略表现 会有重大的变化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 《防务新观察》 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大家关注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